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设计 优秀的故事剧情都让该片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而邱书珍也凭借片中的出色表现提名了当年的金像影后赤裸羔羊曲的成功之后 王晶 程晓东才在2002年推出了一部《子妹天赤裸特工》 而《城市猎人》1992年赤裸羔羊的成功让邱书珍的演艺事业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3年 家和魏成龙策划了电影《城市猎人》 该片由王晶指导 而邱书珍也在片中出演了女警察雅子的角色 虽然不是职业大兴 但在该片中邱书珍也出演了不少动作场景 飞山横腔的特技镜头 也是备受观众好评 三 以天涂隆记之魔教教主 不只是与成龙搭档 1993年的港片银幕之上 邱书珍还与李连杰共同合作了武侠片《以天涂隆记之魔教教主》 并在片中是演了小赵的角色 清纯甜美的扮相 俏皮可爱的表演风格 使得邱书珍的小赵备受好评 而公子你身上是不是藏了什么兵器的歌 也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 四 超级学校霸王 同样是1993年 邱书珍还与四大天王之三的郭富城 张学友 刘德华共同合作了超级学校霸王 该片的演员阵容堪称强大 除了四大天王中的这三位 任达华 郑一剑 吴耀汉 杨采一等人气影星也都悉数加盟 实的一提的是 凭借古惑在 无见到备受瞩目的刘伟强导演 彼时还在该片中担任了摄影的职务 五 新少林武祖 1994年 邱书珍 李连杰合作的新少林武祖 也是一部被受影迷喜爱的动作经典 而邱书珍在片中出演的女骗子红豆 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实的一提的是 新少林武祖和以天图荣记之魔教教主 其实是同期拍摄的 以天图荣记之魔教教主上演后票房惨淡 王精担心新少林武祖会重蹈覆辙 于是将该片延期 到了1994年上映 六 赌神二 1994年 王精指导拍摄了赌神二 周润发再度饰演了高进的经典角色 而邱书珍也出演了片中的海棠一角 并成为了该片的大戏担当 在赌神二中 邱书珍性感的造型 冷艳的出场 曾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 而周润发 梁家辉的出色演绎也备受影迷好评 1994年赌神二上映后 打破了香港电影的票房记录 成为了首部票房突破5000万的港片 同时 该片也成为了香港赌片最后的辉煌 该片之后 赌片题材也迅速衰落 七 赌胆龙威 1995年 王精为李连杰指导拍摄了动作片赌胆龙威 而邱书珍也与李连杰再度合作 并出演了片中的女主角乐慧珍 与前面介绍的几部作品不同 该片中王精并没有为邱书珍安排动作戏码 而该片中主要的打斗场景也都有理连接 张学友完成 1995年之后 邱书珍的身影开始在动作片中暗淡 并向文艺片转型 偷偷爱你 与快乐欲堕落 左右情缘党作品 中文艺片中文艺片中文艺片中文艺术